大雅近年來除了演出八點檔 最近還斜槓開啟副業 與朋友們合夥創業 在網上賣起各種視頻 受到不少粉絲喜愛 而這些視頻全部都是由他親自從國外挑選 大雅近年也篩出多張去韓國批貨的照片 並銷售自己每天都大包小包 在韓國捷運四處奔波 真的苦到讓他很想放棄 尤其面對韓文的爆炸單 他根本一竅不通 而且視頻多到難以計算 讓他只要投標示簡直是地獄 他還透露到韓國批貨時 剛好還碰上他生日 讓他最印象深刻的生日禮物就是 當年可以坐計程車來回批發市場 為此他還直接感動到差點哭出來 而這一次他還特別找來 以前團體的好姐妹小潔 來拍攝視頻宣傳照 主打閨蜜主題 希望粉絲們會喜歡 sugg市再直播 映便宣傳